今天是肺癌 好了 症狀是肺癌 但有出現腦部轉移 在19年發表了一個文章 44歲都年輕 頭暈 站不穩去檢查 發現原來有肺癌 甚至是肺腺癌 這是最多人患的肺癌症 發覺有腦部轉移 一看就看到腦部轉移 立刻做手術 做肺癌 也吃了肺部抗癌藥 令肺部情況穩定 但這個病人比較反復 繼續看著腦部 腦部的癌症都縮小了 過了三個月 情況又惡化了 醫生也開始給化療 甚至是標靶藥 控制住 那時候半年又惡化了 改了另一種標靶藥給他 再過一段時間 其實都出現呼吸說話困難 呼吸說話困難 通常都是腦部的問題 再去照一照 做個腦部掃描 發覺其實 看到腦部有多處癌症的轉移 也有腦積水的問題 有腦積水的問題 證明腦部的情況不太理想 腦積水也會導致說話不到 神經錯亂這些情況 最大的腫瘤是1.9乘1.4cm 在額葉那裏 沒辦法了 他決定放棄做腦部手術 因為情況都嚴重 他就嘗試做氫氣治療 而氫氣治療 每天吸收大約3至6個小時 大約4個月之後 患者再進行腦部掃描 看到大部份的腫瘤消失了 腦積水也減少 病人持續做大約1年左右的氫氣治療 再看到圖裏 大部份的腫瘤是直接沒有了 肝部和肺部轉移的腫瘤 暫時沒有什麼變化 穩定了 整個故事最重要的是 你看到腦部的腫瘤 基本上全部消失了 為何這麼有效呢 剛剛也說過 氫氣很小 它是可以穿過腦瓶障 大家知道腦有一個 血腦瓶障 防止有毒物質上腦 氫是可以穿過瓶障 直達腦部 所以也解釋到 為何對腦部的癌症 是有一定的治療效果 是有一定的治療效果